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澳洲的珍必士 你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錄的時間是2021年6月1日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部和三台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將一個齊抗疫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都是要講一下加拿大 加拿大就是一個所有人都是埋位,所有傳媒都埋位的地方 所以仍然都是要講一下疫情 首先講一下安產疫情 在這十五個星期內的新低 總數只有916人中招疫 哇,真是等了很久很久了 三位數,低於一千 而其中呢 在這916人內 多倫多佔226宗 西邊的皮爾區佔165宗 北邊的約克區佔85宗 哇,東邊的道咸區 就67宗 那樣樣都好 那一直以來,近十五週以來最少的了 那很多人呢 都,哇,太好了 而變種病毒方面呢 都不是那麼多 但是呢,數據上面 它都沒有什麼提 但是就是沒有印度種 所以暫時是未知的 但是其實昨天也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震前疫稅 什麼叫震前疫稅呢 就是我們這裡一直以來 都有一位叫做威廉斯醫生 是去幫我們這裡的省長 做首席衛生官 就跟他定這個決策的 就是說什麼時候開城啊 什麼時候封城啊 Guidline是怎樣啊 怎樣怎樣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裡原本說 第二波疫情過 我們這裡年初的時候 太早開城 結果呢,搞到一副都是 就變成第三波 一聲,搞到每天四千宗 就很多人都搖著搖著頭 所以呢,其實呢 這位威廉斯醫生呢 就被很多人救病 尤其是在長期護理委員會那裡 就是說他在這個疫症初期 很多人都叫他 喂,要看著這件事 看著這件事 他完全不理 甚至呢 在近日有些人 現在剩下一個月 現在已經六月了嘛 那六月到底開不開學呢 這件事呢 又有得爭 他是想說開回來 那其實剩下一個月開來幹什麼呢 就是我個人意見 這些東西別人專家說 甚至到呢 他是在第二第三期那時候呢 他就站硬了 說幫福特提議我們這裡的省長 在今年年初 冬天過完之後 三月左右那時候呢 開城 我提議的 這樣說 那說完之後呢 其實當時是很多醫生啊 那些組織 喂,會不會太早開城啊 會不會太早開城啊 但是由於是他說呢 阿肥魯福特就相信他 他已經開了城 就搞到他獲足了 於是在今天呢 就正式就說 你要退休 就退休了 那就由現在有一個 我們東邊 有一個叫 Kingston區的衛生官 莫爾醫生 或者莫內醫生 就提升做首席衛生官 那就希望呢 他可以 統籌回聽很多人的意見 這樣說 那其實 那趙爾廳好像 所有的東西 都賴到這個衛生官那裡 威廉斯醫生那裡 那可能他是過分討好省長 而開城的 這個我個人看法 那他過分討好省長 開城就開城了 搞到一鍋足就要揹一鍋了 都很簡單的 那怎麼都好 震前亦衰 那現在這位 莫爾醫生呢 我相信都 看他做事都有板有眼的 而且有運 行運醫生 那但是呢 到底呢 其實應該是明天開始 6月2號開始到 就會重新開城 即我們的居家令就會結束 不過呢 就 現在就說要延長 會延長到6月16號 某一部分的限制會延長到6月16號才做的 居家令就取消了 但是有些事情要做 那第一就是 限制呢 第一是包括這個 執行新冠肺炎的措施 就轉移住院病人的措施 地方醫療網絡要做的事 這些是專業人士做的事 養老院就要查得更厲害 但是其實最重要 關於民生 我們這裡民生那些 首先就要關閉一些露營地 讓你們不要去露營 傳到到處都是 那些獨立醫療機構 就要重新部主工作 就是我這裡 說你不是全部公營的嗎 那裡面都有一些 比如眼科等等 都是有一些私營的 各方面的事情 都要慢慢慢慢重新做過 那按照計 應該在6月14號 就會出回第一階段的開城 那絕對是一件好事 那就是那句 玩玩陣陣 我寧願他不要好大喜功 因為上一王好大喜功 已經搞到大家一副都是 那另外要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在多倫多 有一個反戴口罩的人士 我們已經說過幾次 叫Chris Guy 這條這樣的狗蛋 就經常就叫 經常就叫 經常就組織那些人 不要去戴口罩的 Look Guy 不是Look 我以為Look Look Guy 有一條Look Guy 他也挺nice looking的 戴黑超年大隻 有錢仔富二代 現在就被人拘捕了 之前已經被人拘捕了 現在就正式向他落案 就說他是襲擊襲警 危險駕駛 最大件事那一件事 就說 你說過要堆壞省長 你是不是瘋了 這樣說 他是一場偶人 他現在就被人落案起訴 絕對是一件好事 我們這些正常人 最討厭這些人 搞鬼著房業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現在的財政狀 很多事都慢慢慢慢復償 慢慢慢慢開 有一個頻條出來的 就是說到底對自己的財務 是有穩健的 因為這次其實很多人是重創的 在財務上 譬如說你做full-time job 你變成part-time job 可能part-time job 就變成沒有工作 有幾個行業是重創的 譬如說你是展覽業的 我認識有些鄰居做展覽業的 今年都雞毛鴨血 我聽到都很深說 他們要搬 我很不開心的 老實說我很不開心 大家明白為什麼沒有公開一年 那到底那些財務狀況是怎樣呢 就說 有一間銀行 委託民調機構 原來只有37%的加拿大人 認為在這次疫後的財務是穩健的 這樣說 就問他們 喂 現在你們理財的目標 現在是什麼呀 什麼守衛呀 那麼有58%的加拿大人呢 現在最重要是做退休金 40%的人就說我現在要還債 但是呢 也都是因為這次疫情 那些人有危機意識 開始就有多一些儲蓄的習慣了 這樣說 那麼 有63%的人就開始改變做事的方法 就是每個月去查一下 我花了多少錢 那36%的人呢 那36%的人呢 開始就說了 嗯 我在糧丹那裏拿些錢出來做儲蓄 其實是改變了很多人的 是洗費方式的 就是洗錢的方式的 那當然呢 希望他 這一次是影響很多人 但是 軟水就不能夠近火 而其實如果看一下呢 現在加拿大 根據說 今天呢 就有一件事出來了 就是說有一個人 都很慘的業主 他買了一層 他買了一家屋 12月 用100萬買了一家屋 我都嚇一跳 這個目的呢 就是租給人 當時他就簽了約租給人 但是 誰知道第三波來到 那個人是租罷 或者可能根本還不起租 結果經過幾個月 每個月就要給超過1萬元 即是 積了1萬元的欠租 他叫了救命 想賣 又賣不到 為什麼呢 你租了屋出去 你是不可以賣的 這裏是幫那個租客 就是說 你等等賣了一家屋 你這樣不公平 不公道 對那個租客 會被人告給租客 告到你脫庫 到最後呢 叫了救命 想趕他嗎 到最後呢 現在就要等到6月 排期 排到6月 才可以上那個bord 租 就是tenden 那個bord 就是這個 業主租客的bord 去做這個聆訊 聆訊員呢 就找個警察貼一張紙給他摊 才可以趕他 而到現在為止 這位阿哥呢 他原來呢 他有兩三棟住宅 就放租出去 那種人 現在他就分分鐘 是搞不定 他想著把自己自住那棟 要賣出去救命 那到底 其實 因為這次疫情 即壓了幾多 這些同類型的事呢 根據這個地產那邊說 就是至少有25萬湖 全加拿大 是不可以趕 是很大 我們引數據而已 不要說我們賣樓 要說我們地產那 我們不是賣樓 我們不是賣樓 我們只是說有25萬湖人 是買了房子 放租出去 誰知遇著疫情 收不到租 現在疫情過去準備要趕人 有至少25萬湖 這個數據 總數是3億5千萬 那大家想一下 現在疫情過去了 如果要這樣搞 要這樣趕人 是會很大鑊的 我們昨天都略略提過 美國呢 是有大約一百萬 其實這件事是會 不是美國 是英國 對不起 是英國 是會很大鑊的 那如果說最大鑊的地方 當然是 不是多倫多 是溫沙士 就是我們西邊的 汽車廠 溫沙士 而多倫多 就 11%左右 Winnipeg 就7.8% 卡加里 都是7.8% 溫哥華 就好些 2.6% 但如果說整個省份 多倫多 都是第一 10% 其實都算是好的 但是會引起那個年代效應 就會很重要 而我們為什麼這樣說呢 沒多久呢 相信租盤會越來越多 都未頂 因為呢 根據這個疫情 因為這個疫情 全國的平均屋價是狂升的 舉個例 安省 平均屋價呢 你是不是指獨立屋還是 獨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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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 我是說全省 不是單單多倫多 全省呢 是869,788元 4月2021年 和去年計 不過是59萬左右 差不多60萬 2020年是60萬左右 屋價 平均 不單止多倫多 計算其他省 其他城市 計算其他區 是升了46% 應該是全國最強之一 是全國最強的了 那溫哥華呢 不是溫哥華 而是BC省 它在去年4月的平均屋價 去年4月的平均屋價是73萬 今年4月的平均屋價是94萬 差不多100萬 BC省 所以那個是很可怕的 就是為了要平均屋 現在加拿大政府就出了一招 其實跟香港的辣招是一樣的 當初他說大流行來到 將你那個人那個評級 壓力測試 減弱 將你那個門鑑拉低了 但是會從今個月開始拉高 什麼意思呢 根據說他們的壓力測試標準利率 就5.25% 就是說如果你在上個月去做壓力測試 你整間屋 你全家可以供起一間50萬的屋子 現在你只供得起47萬 這樣說 其實這樣搞 就有很多人都未必能夠上車 等於香港這樣 如果明白 梁振英年代 他今天把壓力測試定得很高 那你那些人就難上車 但是如果難上車的 你的租本就會回到租市 但是當然也要和這個叫做 有多少人會回到城市掛勾的 很明顯 那現在大約是有 剛剛有些報告 其實是很多加拿大人 大約六至七成人 都是不想回到城市 不想回到辦公室 不想回辦公室打工 甚至說不如如果沒有辦公室 讓我退休了 這樣想 最大的理由是方便 說下班就有效率 這樣說 沒有效率 我覺得辦公室更加沒有效率 我覺得 我覺得老闆沒有那麼容易 讓你這樣做 另外這個網絡都是沒有效率的 我憑朋友在這裡說 臭小子 唉 就是 上網課等於不用上 經常顧著 動點找藉口 吃東西 這個報道就來自 有些調查公司那些去做 八成二的人 認為說在家裡工作 會有積極作用 只有兩成人說在疫情過後想回辦公室做事 這樣 但是如果說一個禮拜給你回辦公室 有六成的人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也有差不多十九百分之二的人說 我永遠都是想在家裡工作 這樣說 為什麼呢 最重要是在家裡工作 方便 省錢提高工作效率 省錢我會明白 你不用坐巴士坐的士 你不用坐巴士開車 省錢也好 現在的錢是很高的 不過如果就這樣看 我不相信銀行業 是這麼容易被你過骨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 這個安全性的問題 就是有些黑客是很容易 黑了進去你的電腦那裡 那整個系統就有問題了 這個我個人看法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 先那一陣子的殖民油管 為什麼被人黑了呢 有一個理論就是說 有些人是在家裡工作 被人黑了進去 再射進去 這些漏洞是很容易的 單單是這件事已經可以 推翻很多人想做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 那些地產的 怎麼會這麼容易被你過骨呢 那如果你想在家裡工作都可以 你有這麼長的職位 都有些機會吧 這個我個人看法 那如果你老闆就行了 那好吧 那疫情就來過了 那希望大家有個好的心碼 因為這個拜美說會很熱 那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又不聽話了 那你要說回 其實Hum Office的話 如果是熱的話 麻煩了 我開冷氣都很多錢 老闆 是不是 那怎麼都好過迫車的 是不是 見人見智 其實我Hum Office 整個年多 始終我們做這個 建造業 其實我們很難去Hum Office 始終你的土壤 難道上網查 始終拿回來 測 還有當地那些 因為小弟 環境法這塊 都是我經常做的事情 那你那些地方 噪音的分倍數 難道你上網查嗎 始終你自己查過才安心 那好吧 我們就說到這裏 回來會再說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